新婚业老公车祸坠崖,我继承遗产,却只继承到上亿债务。 独自经营偌大的企业熬到心力交瘁身患绝症,债务清长那天却发现老公一直在外面和他的白月光逍遥快活,他俩日常挥霍的钱都是婆婆悄悄话拨给他的。 一夕重生,我撤回嫁妆撕了婚纱,这个冤大头我不当了。 我重生了,重生在我和苏启明婚宴上。 你要我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结果只等到了你订婚的消息。 苏启明的白月光湿柔站在宾客面前,身上穿着和我一模一样的婚纱。 苏启明面色尴尬地望向我,默默,你别误会,我也没想到失柔会来。 我退开半步,没让他握住我的手。 上一世,我独自在婚宴上等了一夜,只等来了老公苏启明车祸坠崖的噩耗。 婆婆一度哭晕过去,醒过来便搂着我不停抽烟,怎么办呀默默,我和苏家以后该怎么办呀? 苏启明与我自大学相识,相恋七年。 婆婆待我格外的好,旁人都说她把我当亲闺女护着,宠溺起来连苏启明都妒疾。 苏启明出世之后,苏家就剩了她一个,我又怎能狠心抛下她不管。 妈,别怕,你还有我呢? 我独自扛起了苏氏的家业,别人却在背后指指点点。 他们嘲讽,我刚结婚就死了老公,苏氏诺大的一笔遗产平白便宜了我这个外人。 只有我自己知道,莫大的苏氏企业早已千疮百孔,它留给我的不过是几个亿的债务和难以磨灭的遗憾。 靠着强硬手段和娘家的人脉一路咬着牙强撑过来,我不敢倦怠,更不敢回头。 婆婆心疼我,几次让我撂下担子,再嫁我都没答应。 我总觉得苏启明没死,她总有一条会回来的。 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候,她身上聋着阳光缓缓走到我面前,像一颗只为我发光的太阳。 我的太阳怎么能忍心抛下我呢? 债务彻底清偿那天,癌症晚期的报告也摆到了我面前。 镜子里的自己如此陌生。 精致的妆容,昂贵的衣美终究都敌不过岁月的残酷和心力交脆后的麻木。 算了,最后的日子,让自己体面些吧。 我巡视了苏家的产业,想找个合适的地方等死,却在婆婆购置的度假山庄里看到了苏启明。 苏启明的模样没什么变化,只是额头侧边多了一道陈年的伤疤,额上多了几根白发。 她身边坐着她的白月光湿柔,十几岁的大儿子在草地上娴熟地踢着足球,三四岁的小女儿攀着她的膝盖,鼓着腮帮喊她爸爸。 苏启明与湿柔相视一笑,亲密地贴近,乖,过几天奶奶就来看你。 我的太阳想温暖的人根本就不是我,委屈像耳光一样,抽得我哑口无言。 苏启明和婆婆串通起来假死骗宝,顺道把我也套了进去,甚至连她俩日常挥霍的钱都是婆婆悄悄话播给她的。 自嘲的笑笑,连愤怒都觉得无力。 由静灯哭,想闹也闹不动了。 弥留之时,苏启明带着诗柔和孩子来我面前,攥着我的手,愧疚无比。 默默,这些年辛苦你了。 其实,我心里一直惦记你,但是小柔我也放不下。 别惦记了,我闲脏,我用最后的力气甩开她的手,属于我的股权,我全都转给了娘家。 你找的陈律师是我的人,股权转让根本没有生效。 默默,咱们好聚好散,我一辈子都念着你的好,你何必在最后再来这一招,毁了你在我心里的形象。 眼底所见的最后光景,是她得意忘形的模样。 一是自我感动,带着诚意而来,走的时候却什么都没能带走。 我偷空忘了望映在玻璃柱镜面里的自己。 捂着胸口使劲喘了几口,气息顺畅,被病痛折磨到极致的痛处,一扫而空。 这次是彻底的重生。 默默,你要相信我。 看到我冷了脸,苏启明眼底闪过一丝慌乱,扭头呵斥诗柔,你赶紧回去,也不看看今天是什么日子,别在这里闹堂。 诗柔依旧不依不饶,苏启明,别自欺欺人了。 她的眸子里含着泪意,可一低头,却藏起了一丝怨毒的恨意。 她是一朵难对付的黑莲花,我从一开始就知道。 上一世是我错信了苏启明永世不渝的誓言,相信了是诗柔单方面纠缠她。 抢我男人可以,伤我面子不行。 我没有和上次一样躲在苏启明身后,反而绕过了她,大大方方朝诗柔微笑,你俩改天再约,我给你俩做东。 苏启明朝我伸出手,言辞恳切之间不由自主地回避了我的眼神。 你这说的是什么胡话,我都说过多少次了,我只把诗柔当成妹妹看待。 诗柔狠狠一跺脚,直冲向外面,在众目睽睽之下迅速翻越露台。 苏启明下意识地想冲上去拽她,我横过身子阻拦她。 苏启明,今天你要是再跟诗柔纠缠不休,以后就不要再来找我。 苏启明左右为难,皱着眉头哄我。 默默,诗柔年纪小不懂事,你别刺激她。 诗柔转身,双手抓着栏杆哭喊。 苏启明,你说你喜欢懂事的女孩,可是今天我不想懂事了。 苏启明把我推了个猎切。 我早料到她有这样的动作,捂着肚子坐下去,一声尖叫。 孩子,你知不知道我肚子里已经有你的孩子了。 诗柔猛地一震,高跟鞋在露台边缘一滑,瞬间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 上一世,她就这么干过。 苏启明在她坠落之前,就赶到她身边,拽住她的胳膊。 诗柔没有一点求生意志,一点点地从苏启明手里滑落,只在她胳膊上留下了几道深深的抓痕。 跌落的时候,脸上带着怨毒的笑意。 她看的不是苏启明,而是我。 订婚宴不欢而散。 我独自坐在桌边,承受着宾客的指质点点。 不知从哪儿来的谣言,说苏启明和诗柔本是青梅竹马,是我横刀夺爱,才逼得诗柔走了极端。 婚庆公司过来清理场地,哗啦一声,钉在门口的巨幅合照骤然落地。 苏启明和我的笑容都被挤压成了怪诞可笑的表情。 从头到尾,苏启明都没想过我的立场,甚至也没给我来过电话。 婆婆倒是护着我,口口声声和我道歉,数落她儿子的不是。 露台下面有个小平台,诗柔摔了一身体外伤,可苏启明心疼得不行,还是跑去陪了她大半个月。 苏启明说,已经把诗柔送出国安置的时候。 我甚至还感到欣慰,起码她说断了就断了。 可笑,我被瞒在鼓里,算算他们大儿子的年纪,应该就是在那段时间怀上的。 这次苏启明被我阻拦,没能及时拽住诗柔。 诗柔又是向后意外滑落,摔得结结实实。 她跌落在空中花园的小平台上,血液在身下飞快的蜿蜒,仿佛开出了一朵绚丽夺目的花。 现场一片混乱,苏启明像疯了似的抱着诗柔,谁也拽不开她。 医生来问谁是诗柔的家属,苏启明毫不犹豫地跟着上了救护车,身上的订婚礼服浸满了诗柔的血。 我站在救护车面前,冷冷喊苏启明,你下来。 苏启明红了眼睛,像一头丰兽朝着我吼,周下莫你还有人性吗? 人命关天,现在是争风吃醋的时候吗? 我嘴角一抽,眼泪便涌出来,我肚子里的孩子就不是人命了吗? 苏启明愣了愣,心里的天平反复倾斜来回拉扯。 默默,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还好吗? 诗柔满头满脸都是血,嘴里喃喃不止。 启明哥哥,你陪着我好不好,你别走。 好,我不走,我不走,苏启明欠了欠身又坐回去,柔声哄着。 默默,对不起。 车门关闭,一线冷笑,爬上我的嘴角,该到婆婆面前去演戏了。 定徽宴上的宾客众多,很多人都听到苏启明扯着嗓子和我争吵, 还说只把诗柔当作妹妹看待。 横刀夺爱既然不成立,诗柔散步的谣言,不攻自破。 苏启明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我撇下,婆婆知道对不起我, 再三保证会让苏启明回来给我赔罪。 那是自然,摇摇欲坠的苏氏企业还等着我这个大怨种去接盘呢? 可苏启明这个恋爱恼幼,怎么会听得进去? 婆婆三催四请她都以诗柔病情不稳唯由拒绝了。 其实我知道,诗柔摔断一条腿,外加脑震荡,其他倒也没什么大毛病。 捧着鲜花去探病时,诗柔正缩在苏启明怀里,声音嘶哑, 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想死在你面前,这样你就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了。 敲敲门,诗柔望了我一眼,受了惊吓似的坐了回去, 手足无措地向我解释,对不起,我那时候只想着要永远失去启明了, 并没想过要破坏你们的婚宴,我冷冷地打断她,你已经破坏了。 苏启明黑着脸,嗓子阴雅,你先回去,定婚宴的事情以后再说。 我事不多,说完就走。 我轻笑了一声,神色平静,十五号也是个好日子,没办完的婚宴就定在那天吧。 诗柔的眼泪瞬间绝低,使劲咬着嘴唇,不肯哭出声来。 苏启明拧紧了眉头,小柔才刚转威为安,你非得在这种时候闹腾吗? 我笑弯了眉眼,你打算怎么办? 是把我俩都哄服贴了,继续容许你左拥右抱,还是在下次订婚宴上让他再跳一次。 苏启明扬起了手,终究是没有打下来,最后拽着我出了病房。 诗柔的父母是公司的元老,替公司公干的时候发生了意外。 他小小年纪就成了孤儿,我父母肯定不能坐视不理,所以把他带到家里来当亲女儿抚养。 你别多想,我从来只把他当作妹妹看待。 我故意仰起了下巴,手指抚摸着花树里漂亮的花瓣,语调冰冷而尖锐。 妹妹是不会在哥哥的订婚宴上穿着婚纱跳楼的。 苏启明的语气很平静,仿佛裹挟着风暴的暗流正在涌动。 你要这么想我也没什么办法,随便你吧。 他的冷静比歇斯底里更可怕。 我忘定了他,一字一顿,分手吧,趁我们还没正式结婚。 默默,别意气用事行吗? 我们俩相恋七年,你肚子里还有我的孩子,就因为这点小失散了。 苏启明愣了一会儿,忽然笑得前仰后合,仿佛听到了这世上最荒谬的话。 小柔从小缺乏安全感,容易走极端。 现在他受了那么重的伤,咱们还说这些,合适吗? 又来了。 我和苏启明确认恋爱关系那年,诗柔到处造谣,说我私生活混乱,被我逮个正着。 苏启明拽诗柔来和我道歉,却不让我责骂他,他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吗? 我到苏启明家见家长,诗柔穿着蕾丝睡衣窝在他床上,眨着眼睛说他闻着苏启明的气味,才能安睡。 我生气要走,苏启明拽住我,我又没和他睡在一起,他太可怜了,你让让他,诗柔自告奋勇,去带娶我的婚纱。 回来就把婚纱穿在自己身上,拽着苏启明的手摸他的腰,你看腰,这块肥了那么多,周夏末的身材可真不怎么样。 我气得捡了婚纱,苏启明又好生好气地哄我,你不乐意就重选一件,发那么大火干什么。 小柔就是个孩子,说话不过心的,你何必跟他一般见识? 是啊,何必?苏启明,这一次我寸步不让。 闺蜜们办了一场派对庆祝我恢复单身,视频放在朋友圈当天,苏启明便打电话过来,怒气冲冲质问我为什么要用这么下作的手段逼他就反。 我说过会和你结婚的,你连这几天都等不了吗? 我坐着指甲,随口敷衍,婚约已经取消了,以后你别再来找我了。 苏启明依旧当我是在和他置气,半开玩笑地质问,那我们的孩子怎么办? 轻笑一声,骗你的,哪有什么孩子? 周夏末,你竟然这么恶毒? 苏启明沉默了一会儿,在开口时带着难以抑制的愤怒,你当时说谎,是故意刺激失柔,逼他往下跳。 一时错愕,相恋七年,他竟然一点也不了解我。 气急返笑,我就是故意的。 他在我的婚礼上,做了那么出格的事情,难道我还得感谢他,回我名誉,抢我男人。 对面沉默了一会儿,终究还是只有一句,我理解你,但是失柔现在这副模样,我实在没办法置之不理。 对不起,我以后一定好好补偿你。 我打断他的话,我给自己加了一个最重的筹码,可你还是选了失柔。 苏启明一时雨色,咱俩这辈子没有做夫妻的缘分,算了吧。 我抬起手,慢慢端向甲片上的猫眼光韵,声音挑高,之前谈好的合作项目全都作废,我家打算注资苏氏企业的部分也不用再谈了。 这些本就算是我的嫁妆,我不嫁了,嫁妆自然要拿回来。 苏启明自以为我离不了她,总觉得等我消了气,随随便便就能把我哄好。 婆婆拗不过她,表面上护着我,背地里或稀泥。 直到项目搁置造成的损失到了跟前,他们才意识到我这次是来真的。 苏启明顾不上湿柔的伤,天天跑到公司来转悠,我只是避而不见。 送花,藏小镜子,加盐的红枣茶,她把当初在学校里追我的招数逐一用了一遍。 当初感动我的不是那些幼稚的小把戏,而是她真的知道我的喜好,在意我的感受。 如今脱离了爱情滤镜,当初让我感动过的,再也激不起任何波澜。 它从来都不是太阳,是我的爱让它发光。 婆婆突然跑到公司来哭闹,求我原谅苏启明。 我抬眼望着她身后的苏启明,她的悔意分明都是演出来的。 婆婆攥着我的手,语重心长,你要十五号办婚宴,那就十五号,一切都听你的。 我抬起头,泪眼婆娑,订婚宴上启明那样,对我我不敢再相信她了。 你俩都在一起七年了,启明心里只有你,我也只认你这一个儿媳妇。 你放心,婆婆给你拿主意,下个月咱们就把施柔那个贱人送出国去,这辈子都不让她回来。 婆婆生泪俱下,演技了得。 苏启明拧紧了眉头,妈,湿柔病着,咱们别这么说她。 你闭嘴,她那是自作自受。 你以为我不知道,她大半张脸都抽在一起了。 让这种儿媳妇进门,我天天都得做噩梦。 妈,那只是短时间的神经反应,能治好的。 你真是猪油蒙了心了,她装可怜,框你,你就把自己后半辈子都搭进去了。 我忽然抬头,装作被她说服了的模样。 十五号时间是有点紧了,办婚宴还来得及吗? 来得及来得及,妈替你们办,保证来得及。 事情终于有了转机,婆婆眉开眼笑,拍着胸脯打包票,再不让苏启明气我。 苏启明的眸子猛得一震,在沉默中山崩海啸,心头一阵舒畅。 之前苏启明也许是真的爱过我,但从湿柔坠楼开始,她的心已经彻底倾向了湿柔。 她拗不过妈妈的意思,被逼着跑来应付我。 她希望借我之口聚婚,我偏不让她称心如意。 上一世,我对她死心塌地毫无防备,才让苏启明和婆婆串通起来,天得一干二净。 这一次我把筹码都攥在自己手里,婆婆没得到一点好处,自然不会帮苏启明隐瞒。 这场戏,我倒要看她怎么演。 婚礼如期而至,苏启明坠海的消息也随之传来,和上一世完全相同。 唯一不同的是,这次警方找到了尸体。 婆婆逼苏启明在新婚前夜亲自送走湿柔,好彻底断了她的念想。 尸柔心灰意冷,在车上抢夺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两个人随车坠崖。 事故现场异常惨烈,车子炸得四分五裂,里面的人烧成了两块黑炭。 婆婆哭得死去活来,毕竟这一次她也被瞒在鼓里。 下葬那天我哭得声嘶力竭,连婆婆自己都顾不上伤心,只能劝着守着,生怕我闹出个好歹来。 等到吊咽的宾客散去她才搂着我抽烟起来。 怎么办呀,默默,我和苏家以后该怎么办呀? 我假意沉着脸思索片刻,破产清算,或者直接把公司盘给我。 默默,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和启明没领证,也没办婚礼,于情与礼都是各自独立的,合作还是注资都不合适,直接替您打理生意更不合适。 苏氏如今负债累累,只剩下一副空壳,再不妥善处理,您将来养老的本钱都剩不下。 我一脸为难,拧着眉头语重心肠,公司给了我,以后盈亏都是我来扛,您一点风险都没有。 婆婆目瞪口呆,她知道我的能力和背景能扛住苏氏企业, 可在她的认知里,我的生活总是围绕着苏启明,似乎从未有过独立的自我。 默默,你先别急,让我想想吧。 她这么精明,就算诺大的企业成了实之无畏,弃之可惜的鸡肋,她也不能白白便宜了我。 我当然不着急,无论她同不同意,这一事我都跳出了她的手掌心,再也不用给她家做冤大头了。 尘埃落定,我定了度假行程,准备出国散心。 入住酒店当晚,我的眼线发来消息,和苏启明合作这些年,婆婆派人打入我家公司内部,制造了不少对我不利的证据。 她要把两家的利益彻底捆绑在一起,让我无法独善其身。 婆婆是个半猪吃老虎的厉害人物,我之前只顾着对付苏启明,确实是忽略了她。 外面响起了敲门声,苏启明站在门外,紧张地左顾右盼。 忍不住好笑,才过了几天,婆婆就拆穿了苏启明假死的把戏,硬把她推出来挽回我了。 西耀眼到底,我哑着嗓子问,谁? 门外的人心慌的话都说不明白,嫂子开门,我是我哥。 一时没憋住,扑吱一声笑出声来。 苏启明确实有个双胞胎弟弟苏启兴,两人的个性完全不同。 苏启明是人群簇拥当中温暖的小太阳,苏启兴就是藏在阴影里悄然苟活的藤蔓。 苏启兴得了自闭症,很小就被送出国治疗,婆婆以她为耻,从不肯在人前提她。 苏启兴和苏启明长得实在太像了,连说话的声音都相似到令人难以分辨,个性却是天差地别。 我给她泡了杯茶,为什么装作苏启明,你知不知道死而复生很吓人? 我只知道你在哥的葬礼上哭得很伤心,我可怜你了。 抬眼望她,她立刻就回避了我的眼神。 婆婆真是病急乱投医,苏启明演戏的水平不怎么样,苏启兴更差,心虚都直接写在脸上了。 说吧,婆婆到底让你来干什么的?苏启兴被拆穿了,反而比刚才自在得多,讨好你最好能娶你。 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能讨好我,我又凭什么要嫁给你?就凭你长得像你哥哥? 苏启兴正了正,半赏才能接上话,求你给我个机会,咱们合作吧。 我把茶杯往她跟前一推,举起手来,演绎出戏,然后各取所需。 就算没有苏启兴,婆婆还是会利用手上的数据绞尽脑汁给我下套,后患无穷。 婆婆为了套励我,才会把长期不管不顾的苏启兴找回来做替身。 我俩暂时性的利益一致。 苏启兴短暂地犹豫了一会儿,终于还是与我双手交握,合作愉快。 苏启兴开始逐步接受公司,她的学习能力比我想象的要强,身上没有从小在母亲阴影下培养出的谨小慎微,她办起事来,反而更加洒脱。 我在她身边陪伴她熟悉,形影不离。 重生不易,所有的机会我都要珍惜,对苏启兴而言,何尝不是早就被宣判死刑的人重新获得了改变人生的机会。 旁人都见过我在苏启明的葬礼上如何失态,苏启兴和苏启明那么像,把她当作替身也很正常。 婆婆非常满意,每天变着法子给我们制造单独相处的机会。 当初苏启明埋下的雷一个个爆开,尽管已经提前有了准备,这么大规模的冲击还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婆婆早就借机退到了幕后,所有的担子落到苏启兴身上,黑锅也全都让她背了。 资金链告急,股东质疑,元老反水,连亲妈都置之不理,这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内。 苏启兴完全没了主意。 默默,对不起啊,我可能演不下去了我,全都搞砸了。 手摁在她肩上,能感觉到无法遏制的颤抖。 我已知的未来对她来说是一片无法琢磨的深渊。 她只身陷入,却没有人告诉她该往哪儿走。 一瞬间的恍神,把她的背影和那个曾经为我编织过美妙梦境的身影慢慢重叠。 我俯身趴到她背后,轻轻圈住颈下,就像以前无数次对苏启明做过的一样。 别怕,很快就会好起来,就是那片刻的鬼迷心窍,替她理顺了额前的碎法。 眼神像触,迎上她迷惘不安的表情,陪着我,默默,你哪儿都别去。 默默点头,手指抚过她的眉峰,脸颊和脚。 这张脸和苏启明实在是太像了。 爱和恨的边界反复交织,她好像上天刻意弥补给我的礼物。 我求而不得的东西,都在苏启星身上找回来了。 我早就知道会发生什么,还是听任她逐一发生,就是在逼婆婆放拳。 所有的解套和处理善后的方式照搬就行。 并没有什么难度。 这些事情,上一世全凭我一个人扛下来。 这次骑马,还有苏启星站在前面当靶子吸引火力,比上一世轻松多了。 婆婆对苏启星的工作能力大为赞赏,最近越发器重她,企业的权力逐渐在往她手上转移。 扶案工作到凌晨三点,一抬头,落在眼底的是一个心无旁骛的侧脸。 你还没回家?你不也没回去吗?我陪着你。 苏启星抬起头来,光运散落,细细勾勒着下颌和鼻梁的弧度。 你还怕我搞不定吗?我仰起头,用笔为纸了纸僵硬的脖梗,给我按按。 其实你不用一直这么争强好胜,累了就停下来吧。 你太强,总会让人觉得你不需要被心疼苏启星的手落下来,力道温柔缓慢,透过皮肤,烧热了心。 暧昧在空气里蔓延,顺着手指不受控制的发酵。 我和我哥,谁更好? 笔尖一停,随即失效,你哥从小就被当作继承人培养,你才刚起了个头,当然还是他强点。 苏启星手底下的力道稍微重了些,不是工作能力,我指的是你心里的感觉。 点点头,随口敷眼,哦,他那么渣,还是你好点? 苏启星气得够呛,你和我哥在一起那么多年,你把他全盘否定,不就否定了自己的眼光? 我再次点头,无比诚恳,是的,我眼瞎。 苏启星一时语色,我们俩不是情侣,只是单纯的合作关系。 骗别人就好,别把自己也骗过去了。 我没再理他,视线落在面前的企划案上,回去之后,暗示你妈妈,差不多可以安排婚礼了。 苏启星攥着拳头扭头离去,只给我留下了一个愤怒的背影。 手机响了,一份打包好的资料传输过来,眼烧一扬,冷笑,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他给我按摩景象的动作实在太过自然了。 情绪一上来,他所有的伪装就都顾不上了,这演技可真不怎么样。 苏启星自闭的同时还有非常严重的躁郁症,根本不可能离开疗养院,更不可能恢复正常生活。 从头到尾都没有苏启星,只有苏启明。 他没死,所以婆婆顺水推舟帮他演了这场戏,等着我再次陷下去。 既然是一场捕猎,刚刚他又何必吃自己的醋呢? 默默,这合同你不能签。 在合同上签字的瞬间,苏启明拽住我。 一切计划全都顺利进行,为什么要终止? 我停了笔,等他的理由。 没有为什么,这合同反正你不能签。 苏启明不敢直视我的眼睛,钻住我手腕的掌心渗出薄薄的一层汗。 你俩又闹别扭了? 婆婆眼中的不悦一闪而过,随即又堆满了和善的微笑。 股东和律师都等着咱们签约,这时就别再拖了。 我笑着硬喝,婆婆说得对,我们之间有什么话都可以结婚以后再说,这里那么多人等着呢? 按照之前的约定,我会先注资苏氏,帮助他拿下整个公司, 然后再通过离婚,平分手里的股份。 苏启兴,走到这里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低了眉眼不去看他,轻声提醒,除非你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有那么一瞬间,我从他眼底看到了不断翻涌的悲哀,反复撕扯的痛苦。 通声舒畅,合同我根本就不会签,可我偏要逼着他天人交战, 看他和婆婆怎么把这出闹剧演到底。 我唯一没料到的是,他竟然阻止我在合同上签字。 这婚只要结了,你就再也不可能离婚了。 苏启明抢过合同,狠狠地思作两半,颤抖着几出破碎的喉音, 你只会遭遇一场蓄谋已久的意外,像湿柔一样,无声无息地消失。 陡然一正,他们的手段远比我想象得更狠更独。 你在胡说些什么? 你你的被害妄想症又发作了。 婆婆陡然拔高了声音,试图彻底盖过苏启明。 默默,你别相信他。 我说的句句属实,苏启明扶着我的肩头,声色俱立, 我是苏启明,我没死。 我猛的一个猎切,演得格外传神, 你说什么你怎么可能是启明? 我凭什么信你? 启星有病,从小就喜欢模仿他哥哥, 经常一想他们换了身份。 启星小时候被烧伤过, 到现在身上还留着疤痕。 婆婆很快冷静下来, 试图把我拽开,指甲隔着衣服也刺得生疼。 默默,我自己的儿子我还分不清吗? 苏启明使劲拽开衬衫领口, 拽着我的手去摸锁骨下方烧伤痕迹, 这个伤疤是伪造的。 伤痕狠心, 只要鉴定一下就能证明。 怪不得启明走得那么蹊跷? 是你和诗柔串通一气, 害死了启明。 婆婆立刻打断他的话, 启明刚出事你就迫不及待地找到我, 想要接手公司和默默。 都怪我一时心软, 错信了妮妮怎么这么狠毒, 对亲哥哥都下得了手。 股东和律师都在现场, 一旦确认了苏启明没死, 他们假死骗宝的真相就会曝光, 苏氏的信誉也会彻底完蛋。 婆婆已经顾不上儿子了, 只求丢足宝居。 这场戏越来越精彩了, 可我还得在天上一把火。 你们让我静静, 我实在不知道该相信谁。 你藏在抽屉里的运检报告, 我看到了。 苏启明揽着我, 像是下了莫大的决心, 原来你没说谎。 瞳孔俱阵, 迅速低下头, 不敢和他对视。 你不肯打掉孩子, 我知道你心里 还没放下我们的过去。 苏启明扶着我的肩头, 逼我抬头看他, 相信我, 我不会骗你的, 看在孩子的份上。 你给我闭嘴, 妈妈和公司, 你都不要了吗? 婆婆终于撕破了 和善的假面具, 死死拽住苏启明的衣襟, 歇斯底里地喊, 妈妈这么做, 都是为了你,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你是为了你自己。 虎毒还不食子, 你算什么母亲? 大门被推开, 诗柔戴着口罩从外面进来, 一瘸一拐, 婆婆的身体猛得一僵, 喉头咯咯有声, 许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诗柔慢慢取下口罩, 半边脸抽搐积便, 烧伤痕迹从下巴延伸到衣服里, 猙獰可怕。 我从地狱里爬回来找你了。 坠海之前, 诗柔曾经来找过我, 声泪俱下, 求我把苏启明让给他。 你的手机正好被他捡到, 你和朋友聚会, 他恰好就在隔壁, 你喜欢的音乐爱喝的咖啡 最看的电影, 全都和他一样。 这不是什么灵魂共鸣天作之和, 只是苏家对你的蓄谋已久, 连他追你用的那些手段 都是他妈妈教给他的。 你只是苏家自救的工具, 苏启明在他那个控制狂妈妈那里 获取信任的跳板, 他根本没有爱过你。 你别再纠缠启明了。 他妈妈答应过我, 只要我乖乖听话, 他会让启明对我负责, 照顾我一辈子。 苏启明做得并不完美, 我早就知道这些不可能是什么命中注定。 可他为了追求我而动的那些笨拙的小心思, 在我爱他的时候总会显得那么可爱。 现在我才知道那些行为全都是来自于婆婆的授意, 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我端着红酒一言不发, 等着他歇斯底里发完封, 才暗动录音笔。 你俩都在一起七年了, 启明心里只有你, 我也只认你这一个儿媳妇。 你放心, 婆婆给你拿主意, 下个月咱们就把诗柔那个贱人送出国去, 这辈子都不让他回来。 你以为我不知道, 他大半张脸都抽在一起了。 让这种儿媳妇进门, 我天天都得做噩梦。 婆婆的话语就像一条冰水, 彻底把诗柔泼傻了。 她跪坐在地上, 脸上的皮肉失控地抽搐在一起, 说不清是哭是笑。 别演了, 婆婆只让你出现在婚礼现场, 让我难堪, 好在婚后也能压我一头。 你知道自己只是她的棋子, 干脆趁机把事情闹大, 让苏启明当众失态, 逼着婆婆承认你。 怨毒的笑容爬上湿柔的脸, 没有半点被拆穿之后的尴尬窘迫。 这表情我太熟悉了, 上一世从露台跌落, 她就是用这样的表情宣告了自己的胜利。 既然都说破了, 咱们就不用兜圈子了。 我已经走投无路, 依附苏启明是我唯一的选项。 你正好相反, 远离她才能躲避苏家的陷阱哀, 周夏莫你干什么? 湿柔的唇角微微扬起, 还好着的半边脸依旧明艳, 捧在手心里就像凋落了一半的玫瑰, 残缺, 孤傲。 这么好看的脸, 可惜了。 湿柔冷冷推开我的手, 少来嘲讽我。 依附苏启明不是你唯一的选择, 你还可以投靠我。 我短促地笑了一声, 苏启明的陷阱也是我的陷阱。 你想要苏启明, 我想要苏氏企业。 小看你了。 湿柔愣了愣, 古怪的笑容一闪而逝, 可惜你是一座孤岛, 没人帮你, 你根本不是老巫婆的对手。 你的父母, 真的是在替公司外出公干的时候出的意外吗? 湿柔的瞳孔骤然一句, 眉宇间尽是厌恶。 湿柔的妈妈是苏启明父亲的白月光, 也是扎在婆婆心头的一根刺。 那一场意外, 送走了湿柔的父母, 婆婆主动提出把湿柔接到家里照顾, 关怀备至。 苏启明父亲突然病逝, 苏家的财产和话语权都落到了婆婆手里。 婆婆是笑面虎, 苏启明性子又温吞, 不敢反抗。 寄人篱下, 风雨飘摇, 湿柔的处境可想而知。 别指望拉着苏启明私奔, 意外能有第一次第二次, 就可以有第三次。 倒了一杯红酒放在她面前。 你和我都是孤岛。 周小姐, 石柔把你们的谈话内容都透露给了苏太太。 知道了, 对于眼线的报告, 我一点也不意外。 石柔见识过婆婆的手段, 她宁可出卖我去向婆婆投诚。 在石柔投诚之后, 她就彻底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她不听劝, 和上一世一样安排了和苏启明炸死脱身的计划。 直到车子一路驶向断崖, 石柔才发现车上那个跟苏启明一模一样的人锁骨下方有一块陈旧的伤疤。 对不起, 我们无冤无仇, 但是我想回家了。 你死了, 妈妈就让我回家。 苏启兴的余光扫过, 冷冽中带着疯狂。 石柔根本没有抢夺方向盘。 那辆车原本就被人做了手脚, 想置他们于死地。 婆婆想把这辈子的两个人生污点一起涂抹干净。 事故之后, 我在演戏, 婆婆也在演戏。 用活着的苏启明替代苏启兴的身份, 不但能重新套劳我, 还能拿到巨额保险赔偿。 我救了石柔, 把她安置在上一世他们居住的那个度假山庄。 她身上裹满了纱布, 被重度烧伤, 折磨得死去活来。 我帮你扳倒老巫婆, 还有苏启明。 石柔疼得来回抽搐, 几乎要把自己的身体扯碎, 使她说要和我远走高飞, 她亲自设了这个局。 我一点也不意外。 石柔坠楼, 留下了后遗症, 当初明艳动人的黑莲花, 如今已是面目全非。 症状越是严重, 她就越是不能放开苏启明, 她越是逼着苏启明对她负责, 苏启明就越是想逃。 她爱过石柔, 也爱过我。 可权衡利弊之后, 爱又算得了什么呢? 你都落到这步田地了, 还能帮我什么? 我手里有老巫婆的犯罪证据, 老巫婆害死了自己的丈夫。 那天她发现这对双胞胎 不是她的亲生儿子。 石柔拼命喘气, 眼里尽是阴冷怨毒。 那天我们三个在玩捉迷藏苏启星躲在壁炉里, 目睹了这一切。 老巫婆为了自保, 必须把她塑造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精神病人。 她不知道, 其实我也在。 我躲在床底下, 我的娃娃可以录音, 哈哈哈哈。 石柔的证据彻底击溃了婆婆。 婆婆拽住我这根救命稻草, 威胁我拉她一把, 否则就要和我同归于尽。 她处心积虑埋下的暗线, 就是为了今天。 你攥着我的把柄, 那咱们只能公事公办了, 我相信法律会给我一个公正的裁决。 我只撂下一句话, 对了, 那个陈律师我高薪挖走了, 以后你家换个律师吧。 上一世这个陈律师故意拖延了股权转让, 重生之后我第一个功课的人就是他。 陈律师就是我不下的眼线。 婆婆歇斯底里的怒吼, 反复说剧情不应该是这样。 我有什么错? 是他们对不起我。 说好了是追欺火葬场我不信, 我应该是最后的赢家。 所有人都以为他疯了。 只有我知道他也是重生的。 他选择以恶制恶, 在自己的故事里大获全胜, 无所不能。 可故事的后半程, 他选择对欲望屈服。 凝视深渊者被深渊凝视, 屠龙少年还是成为了恶龙。 婆婆得到了应得的惩罚, 施柔得到了我和他约定的那份报酬, 独自出国继续治疗。 临走前他扔下一句话, 让我少喝酒, 免得影响肚子里的孩子。 晃着红酒杯, 漫不经心贴他一眼, 假的, 哪有什么孩子。 连运检报告都能作假, 石柔拧着眉头, 不嫌不淡地讥讽。 你当苏启明是吃素的, 等他反应过来, 有你好看的。 他能怎么办? 在十八层地狱里, 天天托梦骂我。 我抿着嘴唇, 手指顺着酒杯划过, 圆滑杯面上映出一张 慵懒散漫的笑脸。 石柔猛地抬起头来, 眸子俱阵。 苏启星和苏启明 实在是太像了, 彼此替代, 亦如反掌。 许久之后, 石柔挤出一句话, 终究还是你赢了。